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背景之下 昨天传出来说中国的恒大的许家印应该是出事了 有可能被抓了 另外一个是叫什么世纪金潮 是世纪金什么 就是北京被抓的那个扫黄的那个三家三个俱乐部当中的老板 应该叫黄卢伦 说这个可能也出事也被抓了 当然他们都被否都否定了 都否定这事了 另外一个就是徐晓辉 那这个在肖建华这个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地的背景之下 连续传出来这样的不同的其他的老板出事呢 我个人觉得呢 怎么讲 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感觉 其实在在整个背景当中呢 应该是香港的香港的南华早报昨天有篇报道说 他题目很有趣的 说这个中国的很多生意人 他提到包括 其实就包括这些 主要是以肖建华为代表的说法 中国这些生意人呢 必须跟家族权力势力呢 相联系 但是当他们跟他们联系 只有跟这些人联系 他们才会有自己发达的机会 可是跟这些人联系上之后呢 就等于骑上老虎了 我们知道习近平反腐呢 就叫打老虎 说骑上老虎你下不来了 骑着他没事 下来他就吃了你 他不吃了你 另外打虎的人也吃了你 所以他是这么形容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题目呢 是非常有趣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今天在看消息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一叠 就是一层叠一层 一层叠一层的 从世界消息的背景之下呢 英国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英国的议会 已经通过了托乌的决定 所以授予了英国首相 新首相这个梅呀 这个女的 以权力来来进行脱欧的这个过程 所以那这个概念就相对来讲 就是一个好消息了 对英国来讲相对就是比较 他不会有摩擦 相对比较平稳 那在美国呢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这个有关 对七个国家的旅行禁令呢 遇到了麻烦 就是一个联邦法官呢 联邦法院呢 一个大法官 已经否决了拒绝了 否定了他的总统令 总统行政令 那否定总统行政令之后呢 当时的这个司法部呢 就到就上诉了 上诉了 结果又遭到驳回 那现在呢 这个司法部呢 又上诉到 美国应该是最高法院了 听起来是最高法院了 还是最高法院巡视厅啊 大概是这意思 那法院表示呢 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里 很可能在这个星期呢 做出决定 但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 这件事情呢 它反映出来的是说 在美国三权独立的 三权分立的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非常直接了当的 谁也不尿谁 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 按照自己的解读去做事情 那川普本身的做法呢 有他非常独特的做法 但是他的独特做法 我们明显的看到 他遭遇到这个三权分立当中的 法院的一个特 法院本身的一个限制 对吧 那最高法官 如果只要法院的 某一层面的法官 有着他相应的权利 当他接到这种类似的 Case之后 诉讼之后 他会根据他的司法权利 和他的对司法的宪法的解读 来判断 作为美国总统来讲 他的行政命令 是对是错 是应该不应该 他不管你是谁 他是按照司法条例去解读 按照这件事情 是给大家一个司法上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凭证 所以这是据说 对中国人影响非常大 我觉得对中国人的影响 非常大的一个内在的理由 就是说 你看到了这个制度本身 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完美的 早跟大家说过 其实那期节目 我跟大家说了 说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 说追求完美 就是我眼睛就是荒唐 一个女人追求完美 同样是荒谬 原因就是 这世界上 人是一男一女 那当时一男一女的时候 他本身就已经不完美了 对不对 你是个男人 你永远代替不了 这世界上拥有 另外一半数量的女人 反过来是同理的 那怎么叫完美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去追求一个完美的世界 完美的环境 完美的制度 就是荒唐 我跟你讲 就是荒唐 人作为一种生命的本身 他已经是以这样 阴阳对应存在在一起的 阴阳对应存在在一起的时候 你一定尊重这个氛围 你一定尊重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不去尊重 而是以我为中心 我要干嘛 我要满足 我要获得 我不喜欢 我充满仇恨 我要 那就是神经病 我跟你讲 就是神经病 中共体制之下 对人们的教育 对人们的洗脑 恰恰是最大限度了 最大限度的去放纵自我的意识 最大限度 当他限度完 这种放纵之后 把人就完全陷入一种斗争的哲学 对吧 那只有胜者才行 从来他就从来没想过 如果人生活在一个斗争的环境中 胜利者只有一个 其他都是失败者 老百姓都去争当那一个胜利者 觉得对 那我如果战胜的话 我就拥有别人没有拥有的 当你拥有了 别人都没有拥有 都不曾拥有的时候 那你的拥有等于是没用的 因为你拥有任何东西都该是炫耀的 对吧 我就举个例子 谁都喜欢说娶个老婆 然后女朋友是碧月羞花之貌 男人带着一个碧月羞花 请过寝城的女人出去呢 你说是不是炫耀 其实就这么回事 在相当人的心里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女人对自己的美貌呢 那个样呢 他也是炫耀 那你男人要多看他两眼呢 人女人说臭流氓 对不对 那你 那这事是矛盾的 那那个老爷们这个男的 如果要横点 别的男的看两个眼 过去打着 你说你们看 你找死啊你 这事如果没人看 那你那个寝国寝城 那碧月羞花 那花也羞不了 月亮也折腾不了 对不对 寝国寝城 城是城 国是国 啥事都没有 那不把你 把你女朋友这张脸给耽误了 对不对 人就是 我觉得就是 这就是可笑 如果一个人看破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 这是假的 所以人以为的真实的一切不就是假的吗 我觉得从这点上还还品不出来吗 作为一个超越其中的人 他就能看得更加的明晰 所以在在美国这个法 美国的联邦法院这个拒绝了川普的行政命令这件事情呢 他确实透显出 他是一种相互平衡 相互抗衡 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的稳定 他表示出是真正的问题 是真正的问题 一个高寒稳定的人 基本就是随时死去的 对吧 随时死去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看到真实的新闻当中的内容 在德国呢 我们看到新闻主要是 这个 默克尔的这种移民政策 和默克尔在即将面临着 这个德国的新的大选 默克尔想要连任四届 可是在这种 已经大家都已经看到的 因为难民问题所引发的 德国的社会问题呢 大家出现激烈的争论 那默克尔呢 已经遭遇了 就是说 他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 投票前的评估呢 已经明显看出呢 他是有了相当 相当大的影响 法国现在呢 也在进行大选 那法国右翼组织 所谓的白人右翼组织 就是他 所崇尚的这种保守主义 所崇尚的一种关闭主义 这种白人至上的概念 类似的 都是类似的 那他们在跟 法国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领袖们的争持过程中呢 有着相当 有着相当的冲突 所以 这就是说 在法国 在德国 同样面临着大选的问题 那 其他的更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看 没有看太清楚 没有太表现出来 我想原因 很大的原因 就在于 这个 美国川普的 本身的行为 个人的 本身的行为 他就显得太突出 太特别 他已经打碎了 西方社会的 过去二十年 三十年 赖以生存的那种 那种模式 当 旧的模式被打掉之后 新的东西 在这种 出现 骤然出现的时候 人们 任何人都需要 适应的时间 所以 几乎西方媒体 集中在 新闻都集中在 川普本人身上 而川普的太太呢 是个模特了 那已经把这个 据说把这个 英国的叫 美日邮报 正式告到法庭 原因呢 说在去年大选期间 美日邮报 曾经报道过文章说 川普的太太 在年轻时 曾经隶属的一家 模特公司 实际就是一个 应招女郎的公司 是个应招女郎的公司呢 那就牵扯到 这个有卖银的嫌疑 那你现在 针对美国 现在第一夫人而言呢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 非常突出的 怎么说呢 非常突出的一件事情 那川普的太太呢 已经正式把 美日邮报 告上法庭 告她诽谤 告她诽谤说 造成她的经济损失 大概 告她的赔偿金 大概一亿美金 大概说的是这意思 而与此同时呢 川普的女儿 我们知道 几乎评价她 说在川普的 一些重要的场合 她的女儿 都会在她的身后 身旁 她的女儿表现出 确实跟她 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大家的 有教养的 而且有着一种 有着一种品质 风范的 那么一个成熟的 正是一个 这个年龄段的 女人的概念 那大家对她的谈吐 特别是在去年 美国大选时 大选的过程中 这种 这种相互辩论的 过程中呢 她的女儿的几次 少有的几次发言呢 震惊四座 大家都公认 她的女儿 非常的 聪慧 那种 敏锐 而且礼貌在先 但是呢 话语绝对 能够点到位 所以是一个 是一个少有的 成功人是吧 应该是 是那么人才 但她女儿是 自己致力于 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 可是因为父亲的影响 父亲的这种做法的影响 带来了 带来了一种莫大的 怎么说 这很难说了 有一家比较有名的商店 原来卖 一直卖她的女儿 就川普女儿的品牌的服装 结果在 在最近的时间里面 在她这家连锁店里面 全面下限掉 把她的服装都给下来了 不卖她的衣服了 所以我今天在 在推特上看到川普 已经直接指责 那家销售商 说那家销售商不地道 那对我女儿不公平 大概就是整个意思了 所以这是一种 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种争持的过程 在我眼睛里 其实也看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概念 对吧 在中国我们看到 富商一定骑老虎 老虎就是官患之家 惹不起的 骑上就下不来 但是在美国呢 法官敢把总统的命令给咔嚓掉 给关上门不让你干 一个生意人 竟然把总统的女儿的生意 没当总统的时候 大家还有生意做 有买卖谈 有钱赚 当了总统了 你爹当了总统了 我给你干了 把总统的女儿的给干了 你能想象出来吗 对吧 你能想象出来吗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对吧 这就是说 让我们刚才 我刚才提到了 吴小辉 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在去年11月份 还在跟川普的女婿 在谈买卖 结果在肖建华这件事情 出事不久 那吴小辉突然出现 在说 报道中说 他上了中共的黑名单了 也就是说 有人要弄他 但是这个消息 没有任何后续 没有 也没有任何补充的故事 所以什么人 放出这样的消息 和为什么 这是一个莫大的问号 因为吴小辉 他所拥有的公司 那他的背后呢 其实看到了 陈毅家族的人 我们看到了 贺龙家族的人 就是看到了 中共历史 中共历史当中 真正传统的 太子党的身影 但是吴小辉的特点 是什么 空壳公司 那是跟肖建 是跟肖建华一样 那也就是说 吴小辉 作为一个 温州的生意人 用了空壳公司的手法 获取了巨额的财产 关键是掩盖了巨额的财产 而这个做法 却跟肖建华是类似 但肖建华 要注意到肖建华 他的生长的过程 就是与江泽民 获得政权 与江泽民8964当政 在一个时间 我说肖建华 他的成长过程 成熟过程 增长过程 获取钱财的过程 跟江泽民8964上台 是一个时间段 出事情的时候 现在开始出事情的时候 也跟江泽民家族 在一个时间段上 所以他变成了 肖建华与江泽民家族 同起同落 对吧 那也就是跟江泽民的 整个势力的概念 同起同落 而他所干的手法 就是空壳公司 蛇吞大象 在司法角度 避开了司法 利用了司法当中的 公司法当中 或者相关法律当中的 某些死角 因为肖建华是学法律的 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我们很难说 肖建华背后 到底包含了多少 多少秘密 关键就是 我刚才说了 他的成长过程 正是 他的整个过程 履历过程 就是江泽民掌权的过程 而江泽民 在8964上来之后 在邓小平 很昌盛的年代 到了97年 他不能够 有大规模的手法 而这个期间 却是肖建华 获得第一桶金的时间 也就是说 当江泽民在98年 97年邓小平死后 江泽民98年 真正掌权的时候 也是肖建华 有机会走上 家族势力的顶层 骑胜了无数只老虎 每只老虎 每一个家庭 代表着 帮着他们开始了 一种资本上的 一种运作 也正我印象中 也就是从99年 2000年之后 那中国股市和资本市场 才真正逐渐逐渐的 开始 开始是那么个意思 对吧 开始是那么个意思 而在 91年 92年 93年 91年 91年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郑州期货市场 才刚刚开始 90年 91年 在中国 在北京开始出现了一些 外汇期货的交易 但是 都是 依附在 地方政府的背景之下 出现的 原来有一个叫 鸿福的 鸿福的实际是 好像是香港 什么大福的 什么什么 那这鸿福是就在 机场路口上 在那包了几层楼 那其实做外汇期货 做外汇期货呢 它真正背负的力量 是北京市政府 我印象中 当时是北京市政府 另外一家公司 是在北陈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原来的北陈购物中心的边上 它包了一个 那是有一些家属 那个那种 apartment 就是那种那种楼 那种楼呢 它大概用了两层 那我们知道 那个即使就那么一个 就用那种 三居室 四居室的这样的 这样的概念 形成的公司 它都可以操纵吸引资金 大概几千万上亿 那那家公司 我印象中 它背后的说法是 宣武区是政府的 宣武区政府 那现在好像没了 宣武区政府没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 91年9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已经出现有资本市场 但是非常初级 而且是完全就是 从某种程度上是违法的 但是在郑州期货市场 出来之后呢 逐渐逐渐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就看到 大概到9798的时候 相对就比较 处形出来了 而大家要知道 这个时候的肖建华 可能我们看不到 它的履历 它很低调 但是从时间上 你能够感觉出 它随着中国的资本市场 而成长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 它那个时候 逐渐就出现了空壳公司 在959697的时候 空壳公司 在北京的酒店 北京的顺丰 北京的 就是这种 大家游玩的地方 北京的燕沙 赛特 特别是燕沙旁边的 德国的啤酒屋 这些 我们就已经听到 这些故事 听到这些故事 空壳公司 借壳上市 那如何如何如何 那在这点上说 相信肖建华 在利用空壳公司的角度来讲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 股票市场中 它应该是很前列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 看到的简单的概念说 肖建华是什么 中国股市当中的十大 十大操盘手之一 我相信你这有关 而吴小辉 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温州的生意人 那他的概念 温州的生意人 你会看到 他自身的概念 类似肖建华 而他使用的手段 同样是空壳公司 掩盖真实身份 而正是因为 空壳公司的原因所在 所以他在美国收购 在他收购 我们现在看到 他拥有的酒店之后 再进行继续收购的时候 美国国会当中的 相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这样类似的机构呢 就开始阻止他 因为无法查到 吴小辉公司 背后的真正老板是谁 纽约时报的报道 就跑到吴小辉 他们老家去了 温州的农村 这就是空壳公司 所以如果你从 肖建华出世代先 吴小辉的名字代后 但没有任何解释 可是你们看 大家能看到 空壳公司掩盖资产 掩盖真实的拥有者 这是今天习近平 也不愿意见到 李克强更不愿意见到 那王岐山很可能愿意 给他找出来 到底是谁跟咱二爷玩 这我觉得他是主政者 今天玩钱的 就自然会跟主政者对着干 今天玩钱的 就自然跟主政者对着干 不是他要不要干他 他不跟主政者对着干 他上哪挣钱去 中信证券 在2015年股市救灾时 拿到了李克强的钱 牛脸就跟李克强对着 他就了真替李克强干了 他就没钱了 对吧 没钱了 这个制度 人们生活在当下的 这种极端的欲望放纵的人 雷锋 雷锋死多少年了 雷锋还是骗人的 道理很简单 所以我以为吴小辉的故事 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 跟肖建华的关系在其中 如果他真出事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 黄如伦 叫什么世纪金朝啊 什么东西 的集团的老板 那他传出来呢 是因为北京扫黄 北京扫黄就是 我们知道 雷扬的案子 出来的当天 王小红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突然把保利等相应的 三家俱乐部给干了 干完之后 大概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吧 说有77个人被抓 然后就去找背后的老板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 叫世纪金朝 世纪是不是世纪金朝 世纪黄朝 世纪金朝 这位姓黄的 黄如伦老板的故事就出来了 说因为这样的 三家俱乐部的原因 所以把黄如伦呢 据说给抓起来 抓了黄如伦 让他去交代问题 而黄如伦来自于福州 来自于福建 黄如伦来自于福建 是跟贾庆林帮着的 黄如伦的背后是贾庆林 所以黄如伦在他的整个生意场的过程中 跟贾庆林在福建 一直到了中央 整个他们两个人的履历 生涯履历是并生的 黄如伦 贾庆林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我们知道 肖建华 李伯伦 李伯潭 贾庆林的 贾庆林的女婿 所以从两条线上 都打在了贾庆林身上 从这个特点上说 从这个概念上说 应该是存在的 应该是存在的 第三个 许家印 许家印出世 他是恒大的 所以许家印出世呢 我们都没有 这些人都没有看到 出来辟谣 说自己没事 许家印出世呢 是从澳洲那出来的 澳洲政府下达了几个命令 回收了 收掉了大概15个豪宅 这些人呢 是透过这个公司 在澳大利亚购买豪 这个 这个 豪华的这个房屋 那而在他们 作为外国人购买 购买澳大利亚的这个 这个房地产的时候呢 出现 他都是用公司购买 而许家印呢 在悉尼海岸 有一个豪宅 六个房间 八个洗手间 就在海边上 就在海边上 而这个豪宅 被澳大利亚的政府 勒令90天内必须卖出 无论什么价格我不管 你不卖出我就没收 原因 是 澳大利亚政府 找不着 这一家豪宅的 真正的拥有者 真正的owner 有人买了它 然后很短期内 又卖给一个姓王的女的 然后又卖了一家 所以 他在几次倒手之后 作为澳大利亚政府 已经不知道到底谁 是这一家 这个房子的老板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说 大概当年 去年 应该是 他只是说当年了 他说当年呢 这个房子 跟曾庆红的儿子 曾伟的房子 是邻居 曾伟的房子靠上 他的房子紧在水边 曾伟曾经借许家印的房子 做过一个大party 请了很多人喝酒玩 曾经是这样的故事 那曾伟的故事呢 是因为曾伟了买掉了 澳大利亚历史上 第二贵的豪宅 然后把他拆了翻修 所以为什么要 用许家印的呢 是因为 他的自己的房子 在翻修 那曾伟的老婆 叫什么蒋梅 那这个是前后故事 是这么来的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抓许家印 就看到了曾伟 而许家印的 钱财的概念 这透过这个房子的概念呢 被澳大利亚政府证明 这是空壳公司的倒卖的手法 转移 不明资产来到了澳大利亚 如果从这点上说 这是成立的 许家印 对着曾伟 曾庆红 黄如伦 对着贾庆林 而这个吴小辉呢 他的大手笔的空壳公司 跟肖建华 有着 完全有着一笔 所以看到确实这话 抓住了肖建华 可能就抓住了 不知道多少只老虎 所以肖建华是 与其说是骑虎的人 不如说是 他是虎员的老板 但是呢 乃至虎才柔起 对吧 而在这个背景之下 传出了习近平 对十九大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和中纪委副书记 有着一种明确的要求 其中包括公式财产 我们记得在节目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说在去年的8月28号 李战书和陈云的儿子陈云 提出了两个议案 向政治局 要求六中全会的 六中全会的参与者 参加者 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和中纪委委员 必须公开公示他们的财产 配偶的财产 婚姻状况 工作情况 他们在海外资产的状况 国籍情况 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相应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透过时间 反过来再看这件事情呢 相信这个提案流产了 那同时他们提出第二个条件 要求在十九大 十九大的准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要求公开公示财产 那也是本人的 配偶的和配偶的婚姻状况 房屋财产 资本 资本证券财产 海外资产 国籍 儿女的工作状况 儿女的财产来源 那这是公开公示财产 那我们在昨天是前天节目中 也说了习近平呢 在十二月二十六号 16年的十二月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的 政治局的扩大的生活会议上 做自我检讨十五分钟 每个人都做 他在自我检讨中提到了一条 就是说 他说有关公开公示财产这件事情呢 进展极其缓慢 遭受了巨大的阻力 从他个人来讲 他觉得没有完成任务 那应该这件事情能够做成 我们节目中说了 这种说法在年底 政治生活会上的说法 既揭示出他遇到的阻力 和整个中共中央对他的 整个中共党的体系 跟他要做的事情是对立的 同时反映出呢 2017年他一定要干 他一定要干 所以这是一种一语双关的事情 与其说是自我检讨 不如说是下最后通牒 所以这是12月26号 12月底输出的事情 到了2017年的1月初 做的什么 1月初讲的是中纪委的 中纪委的七中全会 而中纪委的七中全会 他上来 习近平再次像2016年一样 上来就有着长篇的讲话 提出了党内 再次强调党内的团团伙伙 个别少数高级干部 故意违反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 那不向核心靠旗 与中央三心二意 这个阳奉阴违 搞这种团团伙伙 搞诡计 搞政治阴谋 怀有野心 那罗列的词 基本就是非常的完善 在这种罗列 非常完善的背景之下 也就点明了2017年 这个王岐山中纪委的工作重点 而他的王岐山工作重点 中纪委七条 第一条 一定坚守严厉执行 有关政治纪律的规矩 以确保中共中央换届 能够顺利进行 坚决封杀 堵截那些团团伙伙 和野心家一毛家 换届 保证换届顺利进行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素材 对不对 要想保证换届顺利进行 我跟大家讲过 18大是江泽民获胜 19大才是习近平真正掌权 而18大江泽民获胜的话 18大的之前 习近平面对江赋予他的人马 他只能以谎称疾病 半个月 神隐半个月 连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都不见 以退为进 来确保 斩杀掉 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两个位子 其中包括政法委书记 如果作为他 在当时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项 只能以称病不上班 我活该就这么着了 你爱让谁顶谁顶了 我不干了 才能保 做到这么点事情的话 那18大根本不是他的人 所以反腐斩杀18大 就这么回事 反腐斩杀18大 来到了第五年头 要最后了仗 这还听不懂 最后了仗 习近平才拥有权力 这仗了不了 习近平的权力 永远是问号 所以 我们看到 现在是习近平要了仗的时候 习近平想了仗的话 就得把18大结果 完全否定掉 可是中共党的体系 是延续的 对不对 是这么延续来的 很多人分析问题 都是这样 抱着一根馅儿 没完没了 就像那个喝醉酒 侯宝林 说那相声似的 我打个手电 你顺着杆给我爬上去 对吧 他的伙伴说了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爬一半 你关上店门 我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相声就这么说的 说的非常有道理 但明白 没人知道 俩人喝多了 就是我说的意思一样 还什么习近平独裁吧 习近平掌控权力吧 他都是过程 18大整个结果不是他的 他有什么掌控权力 不掌控权力的 扯 全都是扯 我就跟说打这个 开开手电 让你爬杆概念一样 那哥们出来 他爬上你 关店门 我掉下来了 这都是根本就 就是越说越胡说了 他只有否定18大之后 真正否定18大的人马之后 他才叫有权力 否则的话 就是没权力 为什么没权力 党的体系 权力体系 是人家江泽民 八九六四之后 这么多年出来的 所有的男人 透过放纵自己的欲望 在这个过程中 成为了今天的交交者 和势力集团 所有的女人 在其中都靠着另外的东西 也是以这样的方式 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然后你今天 习近平来说反腐 我能跟神全给你们拴上 该吃素了 吃肉的动物 吃了二十年了 吃了两辈子了 你干什么 他吃素 你试试 你试试 不知道从哪下嘴 给个萝卜 说从哪啃的 天天吃肉的人 你给个萝卜 所以味也不对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习近平 张正掌权的过程 就是把吃肉的 只能都给改了 说以后我们饭堂推了 该吃素了 对吧 这是一个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是谁对谁错 就是这么个环境 这么个体制 结果就碰了这么个人 本来是不想让他去 结果出了事了 让他知道这事了 所以他就非要把这个 整个这个动物园 都给改了 都成改成吃素的 所以十九大 前面的这段机会 就是习近平真正 这是真正夺权的过程 前面全是铺垫 现在是夺权的过程 树立核心六中全会 给七中 给这个2017年下一年 来摧毁掉江泽民核心的权力 作为一个理论基础 和党的基础 那2017就是下手动作 那他怎么干 证明杂志昨天拿出来消息说 在十九大的政治局的政治局常委 包括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数据处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 必须经过政治局 现在的政治局成员 百分之八十的认可 现在政治局成员 我不知道是二十五个人 那二十四个人 那百分之八十 就是一人一票啊 那你得够那数了 百分之八十那也就说 二十几个人你起码得够 二十个人接受你吧 有四个人不接受 可能就卸菜了 已经大概是啊 就这意思了 所以所有这个 这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你可以争取啊 我不知道人家名单怎么出来 那咱们不知道了 胡变的还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他提出这么个数 这个数呢 这就变成了把在一个范围内 你说他叫不叫集体领导啊 这叫一人一票 这事你就不好说 这叫一人一票 对不对 这事就跟那个概念不一样 他否定的是在十八大的时候 江泽民不点头不出来 七个政治局常委就不敢露面 对不对 2012年11月14号 11要死那天 早晨本来十点钟的新闻发布会 快十一点了 他们七个人才出来 原因是江泽民睡着了 这是这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那江泽民睡着了 七个就不敢出来 对不对 那是蛤蟆睡着了 你不跟蛤蟆打上招呼 到时候蛤蟆不高兴 放一屁怎么办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你在应对他现在这个说法 你就品出来 习近平确实有他说法 对吧 他在这种选举官员的过程中 起码从表面上 他说不是我说了算 是大家伙一块说了算 这是第一条 这一条就要同时说明 习近平已经掌控了 现在政治局 如果他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话 他今天掌控了政治局 他才敢说出这一条 对不对 那回到政治局 跟他吵包子怎么办呢 他想要的人上不来怎么办呢 那截止到现在 我们能看出来这一条 第二条 所有这些准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的这个副书记 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所有这些被挑选来的 准备进入班子的人 必须向政治局成员 讲述他的报复 报复也好 包袱也好 咱们不知道 也就是说 必须要讲出他 在这个官位上 将要能够承担 将要能够 未来五年里完成的 所作所为 他有什么计划 他要干嘛 他如何完成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做 你知道 在中纪委的七中全会当中 有另外一条叫 问责制度 问责制度 他等于给这些人提出一种 让你们自己说自己要干嘛 然后我们说你 接受不接受你要干嘛 那我接受你要干嘛之后 说行了 你成政治局常委了 我每年考核 很可能的 这是问责之路 第三条 要求所有这些人员 公开公事财产 就是那几条 太太的 子女的 房地产的 海内外的 有家证券 企业 公司 经营 这要了命了 这个 这是明确讲的 他第四条是 对所有的 你承诺的事情 要承担法律责任 党的工作 为什么要承担法律责任 党的官员 为什么要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 党 只会承担党纪 的概念 不应该是法律责任 所以 在第三条里面 明确的 在我的眼睛里 这是封杀掉 十八大 绝大多数官员 也封杀掉 党的体系中的 很多官员的 自然的做法 大家要明白 在现任中共高官中 能够有资格申请自己 成为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和 中纪委副书记的话 他必须已经走到一定位置了 而这个官位 当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的经历不是这习近平的四年 是过去江泽民胡温年代的 延续的过程 走到今天 没错吧 那那个年代 他就是这么赚钱的过程 不赚钱 不放荡 不玩女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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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上 他不会的 所以 当习近平在对十九大的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和 和这样 相应官员 提出这种财产要求 公式财产要求的话 那 谁能 上起 公式财产 前提 你可以想一想 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六中全会上 习近平要求公式财产 做不成 遭到了全党的反对 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 强有力的反击 让他流产 那你 结果过了三个月之后 到 现在的 十九大的 这样高级官员的人选中 你再要求他公式财产 你不就等于把他们全杀了吗 十九大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十九大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十九大 十九大如果有 也绝不是我们想象的 而十九大在这种情况下流产 或者以国家与国家的权力中心脱节 那是顺理成章的 否则的话 那就是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胡扯 如果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胡扯的话 他就本身就是一个贪腐的最大根源 那如果他要目的是为了贪腐的话 他费纳尽用四年的时间 把全党的中高级干部都作为在反腐的浪潮中 都成为了他的死敌 他为什么这么做 没必要 他比他们年轻 他靠死他们就完了 有钱大家一块赚 有女人大家一起玩 不就得了 所以这是我想说 这就是非常要命的一点 是习近平摊牌了 而习近平摊牌的之前 我们看到什么 大年三十抓肖建华 军委发布六千多字的文章说 全军都听习主席的 一切行动听习主席的 这是说的 而在肖建华被抓之前 他干的什么 他干的是中纪委的会议 没错 当肖建华被抓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评论 都是集中在习近平要真正动手 而目标集中在 曾庆红 江泽民 贾庆林 梁光丽 张德江 张高丽 刘云山 完全集中在这个层面上 完全集中在层面上 所以习近平是一步一步一步 逼近到这儿 这盘棋是一个整体收网的棋 对吧 整体收网的棋 所以这是在我认为呢 习近平真正在利用筹备十九大 摧毁整个中共党的体系 自然会摧毁 然后第四条 他说所有这些要承受法律责任 所做的一切承受是承受法律责任 而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委员 中纪委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他们的这种条例中 没有一个字 忠于党中央 忠于共产党 遵守党纪 没有遵守党纪 只有要求他们要向国法负责 要向法律负责 在他深深懂得在他的要求之下 会出现一种共产党的权力中心 与国家体系脱离 但如果有人符合条例的话 你只能向国家体系靠拢 而去弱化党在国家体系当中的整个权力机构 非常有序的进行 那这现在的时间 离两会的时间 三月份两会 还有一个月 那我们不知道 这期间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看到的 就是习近平 在利用严肃党的规矩 和十九大的人选过程中 无情地摧毁整个中共党的权力机构 如果有关细节呢 请您订阅石头Radio 再见